另外一個帶大家看看會否困擾港股的因素就是騰訊 因為旗下都拿著一些大股份 例如美团就覺得跌了下來 因為事源就有一個報導出來 其實是外電傳出來 就說騰訊再度部署減持投資組合 就是計劃今年莫尼大約一千億人民幣股票投資 不過其實這個不是官方的消息 騰訊都有回應一些查詢的時候 有澄清就說他們都沒有為減持投資 主要設定一個金額和既定時間 但當然都沒有否認到他們不會減持這件事 現在市場看回目前騰訊持股一成以上的 上市公司都有六間的 大家知道是比較大的微斷、快手、支付等等 怎麼看這些因素對於這一類股份的困擾有多大 尤其是大家比較關心這幾隻 股價壓力你看看會不會都繼續在這裏 對 我想市場對於這個因素都會比較著乎一些 這個對於一些新興經濟平台股來說 會是一個不確定因素的 因為看回最近一段時間 其實不少的一些大型科技股都受到一個股東減持的情況 包括了騰訊自己都受到大股東減持 另外包括比亞迪最近的減持 是導致到的跌勢加劇 亦都是加重了市場對這種情況的憂慮情緒在這裏 所以在這個消息有機會持續影響之下 我相信美團、快手或者支付這些個股 有機會在短期之內股價會受到一定的困擾在這裏 不過如果真的從一個基本面來看的話 其實這一次中期業績不少的一些新興經濟平台股 講的業績其實都是比市場當中都是要理想不少的 我想這個因素就決定了一些大型科技股 現在其實所處的股值相對來說是比較吸引 和比較偏低一點點 同時再從一個長線一點點角度來看的話 我相信如果衡量一間公司的股值 或者它的投資價值的話 我相信對於大股東究竟是屬於誰 我覺得這個就未必是一個非常之核心的因素來的 反而那間公司的發展前景 業績增長是不是可以維持到 或者那個營運的模式是不是具有一個優勢 這些才是決定了一間公司它真正的價值所在 所以我相信相關的消息或者相關的憂慮 短期是會對這些股份或者這個行業 帶來一定的困擾 但是長一點點來看的話 我覺得以中長線作為一個投資者來講的話 就可能將這個因素就輕輕地放低一點點 反而是將一些基本面 或者是業績數據 就可以將它提升回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 嗯